最后一次上课 当然,这还蛮多东西可以再说明 只是说延伸性还蛮大的 有些可能立题 也许网路上放的立题 也许没办法完全讲完的话 但上面基本上都还会有答案 所以云端上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立题 如果有兴趣同学后面的立题 其实也可以试做看看 但也不会说非常的复杂 上面都会有答案,也有范例题 所以后面练习请各位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试做看看 上上个礼拜 等于上礼拜空了一堂课 只要当同学回去的话 把前面一到七都在复习一下 然后上上礼拜 我们最后是讲到有关批试的部分 等于把单次的查询变成批试的查询 当然我们会需要一个清单 再跑一个回圈 自动会帮我把结果给产生出来 当然可以批示产生 但这边可能会需要去批示新增 新增的话 其实利用工作表里面的add的方法 然后另外利用工作表里面的点面的属性 去变更什么? 变更它的名称 一个一个的自动帮你怎么样? 帮你把它查出来 并且自动新增工作表 自动把资料放到查询结果把它放过去 实际上将来蛮多地方都会这样用的 比如说你查询结果不止一个的话 其实你可能就需要把它放在工作表里面 所以开新的工作表放到后面 然后把它重新命名 这两行程式很重要 所以尽可能如果有些遗漏 假如说你有用过 尽量把这些程式尽量狩猎一下 另外怎么样把它删除 删除的话可能会需要用 那个工作表里面的点delete的方法 不过delete的时候它会跳出一个align 那你要把那个align给关掉 displacealign等于false 另外的话还有这些 还有就是把它改成共用的程序 所谓共用程序就是说 如果你比如说筛选 这个程序大家都会用到 那你如果一直写一样的东西 导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维护的话 它可能很多栏位 那每个都共 你干脆就写一个共用就好了 但是共用你必须要注意什么 如何去呼叫 并且传递引述 那个引述部分 我想这也是蛮重要的 往后如果你要让自己VBA功力提升的话 那这些都是细节 其实你要VBA功力提升 当然就是这些细节部分 除了要会之外还要熟练 熟练之外 你还能够把它加到你的 你将来的VBA程式里面 那自然而然你就会发现 你的VBA可以变化的程度越来越大 所以有很多同学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练功 慢慢他的工作里面很多东西 他会越来越传熟 因为他能够叫左右逢源 因为你的东西不够多的话 你就没办法左右逢源 你变成说这地方就卡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时候 什么东西写不出来 很容易卡住 那应该就是你知道的程式太少了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做一些整理的 那像我会把一些相关的程式放在云端上面 你也许像这些云端的程式好处就是 至少你有个范本嘛 对不对 范本复制贴嘛 所以很多同学学完我的课程 获益最多的就是可以复制贴上 当然网络上很多 当然Google你也可以Google到很多程式 不过前提 还是像我的习惯 还是会把它整理成我习惯的那个样子 那程式的话 尽量还是 看起来是自己的 好自己的味道 而且网络上的程式嘛 有的时候会写的比较多 像宣告 那很多同学问我说要不要宣告 其实我觉得看个人习惯 基本上不宣告跟宣告结果是一样的 那你干嘛宣告 多那么几行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用物件的写法 用set 比如set哪一个物件 等于哪一个 比如说range常会用到 其实range set来set去 最后还是用物件名称 除非说你会经常 用的那个范围很多次的话 你再set一下 不然的话干脆就用range名称 直接放在那边就好了 我想很多种写法 不过我建议各位还是要慢慢熟悉自己的写法 那这个后来我们有讲一个所谓的大乐透下载 我是以网路上的大乐透的范例 当成是我们的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的好处就是说这个范例里面其实还蛮容易理解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这传递引数 跟server端 这前面就是跟server 哪一个server呢 就前面这个server 那server里面的话有个有一支程式 就是.asp 后面问号是传递什么 传递一个in page index page的引数 其实这个也是引数 这个概念其实跟我们前面用共用程序的概念有点接近 有没有 那等于什么呢 就是传递一个引数 意思就是说你帮我把那个资料库里面 第一个index可以去帮我抓出来 他就帮你抓 那当然你如果这边直接输入2enter都不可以 可以啊 有没有你会发现你按2 是基本上就等同什么 你在这边点击2 到底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点这边等于3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透过这边 把程式怎么样 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录出一个什么呢 一个我们需要的程式码 然后里面做修改而已 那修改的重点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是你把这个index page 把它变成写一个回圈码 for i等于1到多少呢 1到50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再把那个i怎么样呢 放到这个位置来 基本上的话 你就可以去把网页上的所有的page 全部抓下来 那第二个是说你如果要全部都放在那个exel的话 那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应该放在哪一个位置 比如说你第一个page放在A1嘛 往下 再来往下追踪嘛 所以再来就是你要再去追 所以我会有一个R的变数 这个R的变数是决定 它将来应该放在哪里 最后的话呢 应该每一个page上面都有栏位名称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要把下载的东西再把它砍掉 留下第一个就好了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一个储存格里面有六笔资料 所以我要把它剖析开来 那所以呢我们利用前面讲的这个逻辑 那上上礼拜其实就是在讲这些 所以我们基本上第一个 录制一个什么大乐透下载的聚集 那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物件 叫query tables 那所谓的query tables 意思顾名实际来query就查 tables就是那个网页上面的所有 意思说你按F12 其实你看到的是左边的 但实际上它背后 跟server端沟通的 其实是右边的 那一般人你看右边 你光看到这些东西 你头都晕了 这些东西 而且里面的话 还有你可以 假设你要找里面的table的话 你可能可以在这边打一个table Ctrl F 寻找 那你enter过你会发现 里面总共有13个table 那其实query table是做什么的 就是帮你找出什么 到底你要的资料 在哪一个table里面 所以这个方法 但如果你要手动找也可以 像我的喜欢的 这边有个箭头 你用Ctrl F 就是寻找什么table这个关键字 那你会发现 它会帮你找到table的 这个地方的标签 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 里面有哪些是表格的 那你可以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找到第五个的时候 它会帮你选取 那表示说 你的table就在第五个 那query table 意思是说 你不用去做这些事情 它帮你全部包了 意思是说 帮你录制聚集的时候 同时找到 不是要打个勾吗 打个勾 其实它意思是说 你不用知道右边的东西 我帮你找 逆招会打勾就可以了 找到的时候 帮你录制聚集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刚刚之前做的东西 只是说它很贴心 帮你用credit table 然后帮你找到什么 wave table 有没有 第五个吧 意思是说 帮你把第五个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 里面也不会抓到什么 这些有的没的程式 它只会帮你怎么样 把表格里面的资料抓下来 并且把那个什么呢 它的那个叫做 web formatting 等于没有 就是抓下来的东西 它的什么颜色 字的大小 格式那些 通通拿掉 留下什么 纯温字而已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可以把它录下来之后 基本上就是这一行 当然录下来之后 其实有个with 然后有一个什么 query table add的一个连线 后面其实就是改 我刚刚讲的 我们外面包一个for回圈 那这个for回圈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 我们的index page 加下来就这边 这个地方有个index page 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 本来它里面是1 那我外面可以包个回圈之后 再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改成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andand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把这个i的部分 加上来 ok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 跑这个回圈的时候 动态的去给 给这个数字 那另外这一段程式是判断应该放在哪里 所以我们有个r 这个r的话 当它第一次下载的时候 先判断r 这个a1 出称格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a1 假设我新增一个空的 那我接下来当然现在是空的 所以我把r放在1 指的是放在我现在的第一列 反之如果已经有抓资料的话 那我再往下抓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上上礼拜讲的 比如我这边往下 然后这个时候会下载 那其实底下这个wiz这些相关的参数 这一行可能要拿掉 因为我之前讲过 录制的时候这一行会出错 那除了这一行会 可以拿掉之外 其实我发现 这些基本上都可以拿掉 因为这些 这些参数 其实 基本上用不到 其实你只要 留下三行就可以了 哪三行 跟他讲说 你的web formatting 意思就是你下载的网页的那些格式 要不要留下来 那我就不要 我要重温次 第二个我要拿一个table 第五个 最后一个是真的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再精简的话 可以把其他都删掉 只留下这三行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我现在把webtable第五个 然后抓下来 OK 所以你会发现 refresh的时候 他就真的去把你 把网路上的资料抓下来 但是还是要解决几个问题的 就是我们后面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往下追踪 因为现在已经追一个了 抓一个了 所以再来就删掉 所以往下 这边的话 再来就是往下 再把资料抓下来 OK 然后就抓 那全部抓下来之后的话 还要遇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 把这些每一个栏位 全部都把它 就是删掉 所以后来我们有讲一个 如何删除列 这边我们前面 这个前面有做过 所以如果不知道的同学 可以云端上看一下 最后再把什么 每一个这个地方的资料 做剖析 这个剖析的话 我是把它剖到这边来 剖出六栏 然后全部剖 剖完之后的话 最后再做一个什么 最后一个栏宽自动调整 所以colors.autofit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全部一次的分别把结果给做出来 你看到 Ctrl向下 1477笔资料 可以在瞬间全部都抓下来 但你可以如果你大乐透觉得除了这些之外 你还可以去抓其他的 除了大乐透之外的话上面有一堆 所以你也可以很多东西可以练习 但是我会举这个例子 主要是因为这个网站基本上是属于open的 因为他这个网址一看就一目了然 但是很多网站 其实他会有一些问题 他没有办法让你很方便去抓取 所以会造成你想要看得到的资料 你会抓不下来 所以有些query table是抓不下来 如果你query table抓不下来的话 恐怕你就要换别的方法 那当然抓网络的资料方法很多 当然目前比较红的可能是用Python 用那个 那应该开蛮多地方好像有开那种 所谓的Python的网络爬虫的课 不过我觉得 其实Python也可以抓 但是VPA能不能抓 其实VPA也有类似的功用 其实也都可以抓 那你说哪一个比较强 我觉得 也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强 因为他们有类似的工具 只是说你如果用Python的话 你要打很多程式 第一个 VPA的话 你第一个录制句集有没有 他没有啊 你看完全不用写程式 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写的这一段程式 光这个就已经 我是觉得跟Python比起来的话 那基本上已经简单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路式去齐 第二个就是程式部分也简洁 还有除错的工具也简洁 那如果你用Python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要安装Request的模组 第二个你可能要再安装什么 Beautiful Suits 4的模组 第三个你可能要安装其他有关的模组 其实它有点比较像你开车的话这个比较像自排 自动帮你排好 那个就很像手排 为什么你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 你说有没有优缺点 其实我觉得两者是互相辅助的 没有说哪一个是比较强 哪一个比较弱 没有 我觉得在VBA里面的好处是什么都好了 你是不是完全不用做任何事情 那边是什么都还没好 所以你要学Python之前 你可能要心理准备 你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来 而且你要记很多 记得比这个还要更多 OK 不过相对的吧 挑战性也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也许如果你想学习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这边的概念先熟悉 再跳到那边 你可能会比较能够接受 如果这边概念都不清楚 你要跳那边 你可能会觉得完蛋了 不知道在讲什么 第二个你要网路爬虫 你可能要学会至少三个东西 应该至少四个东西 HTML你一定要熟 第二个CSS你要熟 第三个JavaScript你可能要熟 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抓网页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后面的东西F12 F12里面这些东西是什么 就我刚刚讲的那三个东西 里面就是这三个为主 如果那三个你都不知道的话 很抱歉 你光要找什么东西 你都会有问题 你更不要说你要找到里面的东西 如果你熟这些三个东西的话 我想你在学网路爬虫的话 会比别人简单许多了 今天因为之前有同学问到 如果有些网站不能抓怎么办 我建议VBA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可以跟Python 可能互相媲美的 就是叫什么 这个叫IE的版本 所谓的IE版是什么 它就直接把IE浏览器 迁入到Excel里面 也就是说 我就直接把IE浏览器执行起来 反正你浏览器能做的事情 能看到的资料 看得到吗 我就抓了下来 OK 所以你浏览器看得到东西 一定都抓下来没问题 只是说 你要如何去使用VBA 去控制IE 把IE变一个物件 拿来使用 OK 所以后面的话 也许我们大概就把这边再 换个版本 就是第二个 也就是说 不是用录制聚集 而是用IE物件 来控制取得我们要的资料 不过这里可能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因为我们会需要什么 抓那个浏览器里面的 所谓的标签 那标签里面最重要的是 Table Table底下还有列 是TR TR底下还有储存格是TD 那这些标签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待会再来看 后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也许 还是先把我们之前讲到的大热透的范例打开 然后再接着来看好了 如果你没有范例也没关系 先到云端白板里面 看一下 也是大热透的范例 那当然你如果可以 你就把那个录制聚集再稍微改一下 我们基本上就是录制聚集修改 产生两个变数 其实网路上的所有资料都可以划下来了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来看 如何用IE物件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不过可惜是 网路上这部分的分享 其实真的是太少了 我看来看去好像 有一本专门的著作 但是日本人写的 可是台湾这边没有翻译 有日本人他们蛮厉害的 会善用这种IE物件 然后把这IE物件用到非常彻底 意思就是用VBA去控制IE浏览器 如果你IE浏览器都可以控制的话 反正你就给它一个网址 然后让它去抓 抓下来之后 你再把它抓下来的东西 解析到这个Excel里面 不就OK了吗 其实我觉得Excel VBA还有个强项 因为它本身就Excel Excel基本上就可以拿来 储存资料了 其实也就是可以 把它拿来当资料库用 OK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额外一个资料库 这一点如果跟Python比起来的话 那Python又 你可能你要储存资料 你又要学会一个什么 可能SQLite资料库 不然的话你存在哪里 那Excel VBA好处是 你就先放在Excel就好了 但如果你要放在其他资料库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你在用ADO 你可以再把它丢到MySQL里面 把它再跟其他的